如何把剛剛的這一個方法把它變成VBA 因為VBA的好處我是覺得就像字數越多 那當然你越向下拉的時候你會發現越容易過頭 而且要拉很久耶 但現在電腦已經夠快了 也不見得一定要寫程式 但是如果可以寫程式那當然也是一種選項 所以我們就多產生一個自頻VBA 然後寫的方式我先把最後我寫完的執行給各位看 程式只有一個回圈 加上取得它原來的資料 執行完之後的話大概好像還比較快 一執行就OK了 那底下的話我把它Ctrl向下一下看看 就沒問題應該就一樣的結果 結果一樣只是說執行起來的這個感覺 我覺得這樣好像比較專業一點點 那我們來看一下我如何執行 我先把這個過程 其實也不難啦 如果假設以前你們有學過這個VBA的話 應該寫出這樣的程式應該不算太困難 所以如果假設工作上面 你可以快速的把這個寫出來 那很多事情就很快搞定 那首先的話呢 我們來主意來看 從四行 第一個的話呢 我們先寫個Sub Sub名稱的話呢 也許給它叫分次好了 這個其實名稱可以自己取喔 那接下來的話我的想法第一個喔 我先取得道德經裡面的這些資料 把它放在一個變數裡面 所以呢如果假設我希望把那些資料取得的話 很簡單你先加一個S好了 S這個變數名稱 等於某個工作表的某個範圍裡面的資料的話 最簡單的方法喔 你可以加個中瓜糊就可以了 當然你也可以用那個什麼 Shit物件加Range物件 可是我是覺得那樣寫喔 相對的比較冗長 這樣寫好像比較簡單 一個中瓜糊如果你要指向某個 工作表裡面的資料的話 你只要打它的工作表名稱 我們叫道德經 切一下輸入法 後面記得加一個金碳 然後再跟它講哪個儲存 A1對不對 這樣就OK了 它就會幫我把 道德經的工作表裡面的A1資料 直接就丟到S裡面了 那S這個就會變成一個字串變數 裡面的話就放 5276個字吧 我記得喔 好像是沒錯喔 反正這5000多個字就放在S裡面 所以S裡面就放了這麼多字喔 那接下來我要怎麼樣一個蘿蔔一個坑的把它輸出 這個才是重點 所以我們跑個回圈好了 跑回圈一定是4i 等於1好了 指的就是 道德經裡面的第一個字 到最後一個字 那你總不可能說 老師我打到 5276 你怎麼怎麼辦 我不知道幾個字 我再算一下嗎 不是啦 你就用個L1不就好了 L1就是算裡面的字數嘛 這跟一次用的函數名的一模一樣 然後再加一個S 這樣它就幫你算完了 Enter兩下 打個NAS 所以回圈的範圍指的是第一個字到最後一個字 OK 那它就會第一個字到最後一個字幫你做輸出 那輸出的話呢 你就在FOR回圈裡面 輸出到哪裡呢 輸出到這裡 那這個位置的話呢 不是從第一個字開始 而是從 是從第2個 應該是第2列開始 所以我們這邊的話 就打一個Sales 那輸出的話 一樣是第i列好了 不過i從1開始 可是我這個列呢 是從2開始 一樣嘛 就是把它加1不就好了 跟剛剛Raw 小刮鬍加1的道理 一模一樣 OK 逗點 然後哪一欄 A欄 所以你後面加一個A欄 後刮鬍一下 那這個前面指的是要輸出到哪裡 後面的話 主要是要輸出什麼字 我們輸出MID 一樣切割嘛 這個跟它差不多一樣 把那個字 5千多個字就S嘛 逗點 第幾個字 第i個字不就好了 有沒有 再逗點 要幾個字 一個字就好了 後刮鬍一下 所以你會發現 這個邏輯跟剛剛 理論上還蠻像的 有沒有 尤其這個MID 哪一個資料 第 這個本來我們是用 ro-1 然後一個字 OK 輸出到哪一個儲存格裡面 這樣的話程式理論應該OK了 當然如果你不確定的話 我是建議你真錯可以先按F8 主行跑跑看 我再按F8好了 所以先確認一下 這個會不會取得裡面字 有沒有 你把游標 執行過之後 放在 S這個變數上 他就會告訴你 裡面是放 這麼多字 但是他太多 所以他後面會點點點 表示很多字的意思 那應該沒錯 SOK了 然後再來的話呢 執行這一行之後 你看 L1N 他就算完了 裡面總共有 5275個字 所以也就是 1到 5275 逐一的怎麼樣 把它抓出來 放在 對應的儲存格裡面 這樣就OK了 所以 要放應該是 A1 A加2 所以A2 放在A2裡面 就放這裡 然後切哪個字 切第一個字 OK 所以這個11 所以第一個字 放在A2 有沒有 對了 這個倒OK了 那再按 F8 多按幾下 好像OK了 所以其他就不跑了 就按一下執行 這樣就OK了 所以請各位試一下 把剛剛 我看 這個地方還是 試著把它 改成用VBA 做輸出看看 OK 來吧 畫面呢 先 再 還給各位一下